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但由于中南海尚未清理干净 并且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因此毛主席 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便住在了香山 等个五月份的时候 中南海已经整理完毕 叶剑英邀请毛主席入住中南海 但毛主席多次反对 连周总理都说服不了他 最终 不得已通过政治局决议的方式 提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让毛主席个人没有反对的权利了 毛主席之所以不愿意住进中南海 主要因为他本人不爱享受 更喜欢香山清静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喜欢游泳 因此在毛主席入住中南海以后 有官部门便打算建造一个游泳池 当游泳池的建设图纸呈上来时 毛主席已开始很高兴 因为终于有能游泳的地方了 但转念一想 又担心新建游泳池会不会劳民伤财 因此特意嘱咐下去 超过预算的话 就用我的稿费 游泳池建好以后 并没有成为毛主席的私人物品 每年夏天 游泳池都会对外开放 机关工作人员和家属孩子都会来这里游泳 有时同心一起 毛主席还会和来这里游戏的孩子玩耍 到后来 中南海游泳池渐渐超出了娱乐休闲场所的范畴 变成了我国开放外交的一个象征 还有不少一文趣事 在游泳池旁 毛主席接见了贺鲁晓夫 田中角荣 基辛格党国外领导人 也接见过李宗仁夫妇当国家领导人和民主人士 1965年 毛主席在这里接见了李宗仁夫妇 并且一块游泳 接见过程中 毛主席还饶有兴趣地开起了玩笑 毛主席笑着对李宗仁说 德林先生 德林是李宗仁的子 你上的 李宗仁一时眉有理解毛主席的意思 有点愣愣地看着毛主席 毛主席哈哈一笑 说道 蒋介石骂我们作废 你这一次回来不是误上贼船了吗 这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让现场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更是缓解了李宗仁刚回来的紧张和忐忑 到1966年以后 毛主席更是除了游泳之外 哪里也不去住 不过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游泳 而是另有隐情 上文已经说过 毛主席一生不喜欢铺张浪费 在1966年上半年 工作人员趁毛主席外出考察期间 将菊香书吴紫云宣宇宅进行一次维修 等到毛主席回来后 发现房屋维修一行 虽然工作人员施出于一片好意 但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在浪费钱财 因此一气之下 毛主席就搬到了游泳池住 谁劝也不肯回来 游泳池没有专门用来办公居住的房间 于是便把更衣室改成了工作间 在小传达室里铺上张床加上桌子 椅子酒 室卧室 休息大厅则成为书房监会客室 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世子里 毛主席整整居住了十年的时间 一个个事关国际民生的大正方针灸这里传出 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